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准期菩萨受饭前一天 菩萨慈悲 家中卖货两万元 第二期许的愿再次顺利完成 我们给孩子放生的同时 还以孩子的名义给师父放生 增加和师父的缘分 利用师父的广播进行胎教 感恩家人无论刮风下雨 毫无怨言地陪我每天放生 直到孩子出生 坚定地履行着许下的愿 感恩师兄们和家人们住院小房子给我们 在孩子出生前许愿的三百张全部完成 孩子即将出生的前几天 我第一次做梦梦念师父 师父说 你已经消了很多的业障 5月12日正值释迦摩尼佛圣诞日 孩子已经超出预产期 产检结果孩子完全正常 在这一天 释迦摩尼佛圣诞日 我们又许愿祝愿五百台多放弃 求菩萨保佑孩子能够在今天出生 同时在新加坡法会上的家人 还有很多不认识的师兄 都为我祝念大悲咒 当天晚上11点40分 孩子顺利出生 宝宝非常健康 身高达到52公分 体重6.6斤 都符合正常标准 而且发起的是 孩子天行饱满 地格方圆 聪明伶俐 长相标志可爱 耳垂又大又厚 看到孩子的人都赞不绝口 师父说过 你帮助别人 其实就是帮助你自己呀 修行要趁早 就能避开很多劫难 要在一切顺利平安的时候 精进学佛念经 做功德 提升境界 不然劫难来了 可能是要付出一辈子去弥补 感恩拿摩大大悲 救苦救难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摩洪萨 感恩师父 如果分享中有不如理 不如法之处 请菩萨 护法和师父慈悲原谅 一切都会改变 看你新成不成的 一个人一生当中什么都会改变的 大家听懂吗 好的 明白师父 感恩师父 有几个问题 就像这个孩子本来查出来有问题 他是畸形 后来做功德之后 孩子都不一样了 从身体相貌到他一生命运都改变了 是说菩萨把这个孩子又换掉了吗 不是换掉 并不是换掉 也就是说菩萨帮他在治疗 因为你要知道菩萨怎么帮他治疗 帮他妈妈身体上的那些维生素 给他这种基因慢慢的给他转换 孩子就会转换成正常孩子 是这样的 转换孩子的一些基因 基因都可以动的 明白了吗 好的 明白了 那这个孩子的灵魂还是同一个吗 同一个 那这个算是菩萨副子吗 这应该不是说求孩子的那种 这个从道理上来讲 就是观世音笔下送给他的 本来是一个残缺的呀 经过观世音笔下治疗之后 能够好了给他的 那不就是观世音笔下送给他的 对 好的 好的 那这个像这种孩子如果是菩萨送的 也就是他以后也得好好修行 就不能浪费他的佛缘和慧命 是啊 那这种孩子他是不是来度父母的 很多是 如果父母亲是因为他得度的话 就是来度父母的 因为他父母之前不精进 因为为了孩子才精进起来的 那就是这样 但是以后孩子大了 他看看没毛病的父母亲 这种父母亲又会不精进 不精进了再生病 孩子痛苦呀 再生病了他再求 就这人就是最大的问题 就是无常呀 嗯嗯 就时刻保持精进心 好的 那这个他们 就像这个同修节音播放器给别人 他们是不是 这种是不是属于三大巨子 哦 很厉害了 他这个是 去节音播放器给人家听呀 给人家听的话 那是功德很大的 你想想看 第一他花钱 是不是才布施啦 是 第二嘛 他这个 这个这个法布施了吧 是的 好了 那么无畏布施呢 他把人家送到人家家里了 送给别人了 他要花时间 花精力吧 是 好了 嗯 包括他们那种行为 感动别人都是在 对呀 无畏布施呀 嗯 他等于是和放生一样 三大布施巨族 但是不能代替放生 对吧 不能够什么 不能代替放生 呃 不能的 嗯 他这个 他这个也是 他另外 另外一个功德 也是很大的 嗯 哦 好的 好的 嗯 之前有一个小分享 就是有一个阿姨 我也是给他一个播放器 后来呢 他之前学了 也是学几年佛 但没有说自己的师傅 自己在家就是 那种有点随心所欲的学 后来听了您的广播 一段时间之后 他说感觉自己之前十年 学佛的白学了 然后很快 然后他们家 那个功能力佛像是 从路边捡 捡过来的 后来我说这样不可以 然后他就把 佛像后来请走了 只留下了观世音菩萨 他在家天天 那个播放器 他有个小孙子 是大概六七岁 学完之后呢 有一天他跟他奶奶说 他说 学佛正好 以后我也要学 孩子说明有佛缘的呀 好吗 是的 好的好的 当然师傅